今天我们的视频就从大公鸡这一声提名开始 现在已经是早晨八点左右了 这大公鸡叫起来没谱 有时候夜里一两点天还黑着呢他就叫 白天呢任何时候只要他想叫他就叫 并不是人们一想中早晨四五点五六点才开始 再来一声 还真不错 现在母鸡下蛋基本上是三个地点 原来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土箱子 原本里边种些蔬菜种东西用的 我暂时放在这 结果他们就看上了这个地方 每天呢在这里边 每天下两个蛋有两只鸡在这下 我还特意放一些锯末在里边让他们稍微舒服一点 这样呢今天是两个新蛋 然后把昨天那个旧蛋他们要给踢出去 一会儿我把它拿走 在这个隐蔽的角落里呢 有另外一只鸡在这下蛋 也是基本上一天下一个蛋 这是第三个母鸡下蛋的地点 那母鸡呢还在那趴着 还没完成任务呢 别给它捣乱了 今天还不错 捡了四个鸡蛋 另外还有一个代产 平时这么多鸡蛋呢 我和太太也吃不了 所以平时呢给孩子们呢 给邻居或者是出门看朋友的时候 这就算是一个礼物了 人家还都挺珍惜 还都挺大会事的 所以这个呢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毛脱的都脱成这样了 自己给男看成这样了 怎么还瘦了看着 是不是瘦了 三儿呢 那么多的草 怎么你还瘦了 你怎么搞的呀 这妹妹一叫都给招来了 你看谁来了 这是三儿啊 三儿 三儿的毛就没怎么掉啊 热不热呀三儿 三儿 三儿有点害羞哈 那帮坏蛋都在那憋着呢 都在那等着呢 种着三儿的面 咱们给点吃啊 给点吃 每天我在这边清理鸡窝 我在这干活 小米呢就在旁边默默地跟着我 这农场里的动物是真快乐 他们有这么多事干 比那种一天到晚关在房间里的猫 不定要幸福多少 现在谁还玩那个猫树 外边有真树都不够他们爬的 然后前面这一大堆羊都在那吃粮食 相比在这吃草呢 米儿玩什么呢 还能吃草呢 行不行啊 看这是妹妹 哎呦哎呦哎呦 那位大小米儿的 哎呦哎呦我小米儿打爆了 嘿嘿嘿嘿 这是三儿和妹妹 这个是妹妹 这个是三儿 妹妹的毛几乎都脱完了 三儿呢 还穿着大梯袄呢 还早呢 这还没怎么掉呢 这妹妹的毛脱的多干净 三儿就是反应慢 是不是啊 脱毛都脱的慢 还远处小黄儿在行动 在这儿掏老鼠掏鸟呢 今天忘了带铁锹了 一定要把它给铲了 它已经开花了 马上呢 它的这个草子就会飞的满处都是 最后到处都长这样的东西 它的枝叶非常的锋利 穿着厚裤子 它都能把它扎透 非常凶 这就是那只以前在视频里拍过的 做过一次大手术的那只公羊 当时高丸发炎 不得肿的老大 不得不怕它切除 它现在活得非常自在 解除了一切烦恼 毛脱得也非常好 我在邻居家这边呢 有十只羊 现在 在我自己那边呢 有十九只羊 原来最早最早的时候 只有十二只 现在呢 已经繁衍成一个大的家庭了 本来还在想 今年 是不是再拉一只公羊来 让它们再繁衍一带 后来一看呢 这个地盘有点不够大了 再繁衍的话 没办法 就只能再出卖老羊了 而老羊呢 年岁也不是很大 最大的也就两三岁 所以说呢 最后就说 今年就算了吧 今年就是它了 有的脱毛脱得很好 有的呢 就一般 这只小羊脱得光溜溜的 脱得多好 它旁边有的羊呢 到现在只脱了一半 这是我在家这边的几只羊鸵 它的名字叫Landlord 叫房东 叫地主 它里那牙姿的多难看 前一段时间呢 没怎么拍动物的视频 其中一个原因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Kent死了嘛 原来呢 每次当我到这的时候 那Kent总是第一个跑过来 长得可蒙了 跑到这来跟我要吃的 看羊鸵们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它 它在这又抓老鼠 刚才那六只羊鸵是邻居送给我的 这边这五只呢 是我们自己养的 这五只羊鸵呢 和那边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们并没有做绝育手术 所以它们看起来会比较强壮 那种做过绝育手术的 好像要稍微的弱一点 当然这几只鸵呢 年龄好像也稍微大一点 特别是那只老白 它已经有几岁了 羊鸵的岁数活二十年 没问题 最左边这只是绒球 长得毛茸茸的可好看了 那是小黑 看那边老二 它长了一颗长牙 它一直担心呢 它没法咬合 吃东西不行 后来兽医讲呢 关键看它的体重 只要它体重还可以 那牙就没事 说早晚它会自己把它弄断掉 嘿 一会给你点树叶吃啊 小花抓到老鼠了 早死了 它还在那玩 这就是动物的天性 看它挺开心的样子 我也不能把它拿走 你看它多高兴 真是早死了 这就成了它的一个大的玩具 在那个屋檐下边呢 有一波小鸟 那个鸟妈妈呢 每天都钓回点东西来喂这些小鸟 刚才我听着小鸟叫 刚才在树上 小鸟奶奶奶气的在那叫 我说怎么了 我出来一看 它来了 厉害点的 昨天在车库里呢 搞死了一只小兔子 把内脏都给挖开了 都给吃了 我估计它们掏了一个兔子窝 小花呢就逮一些小的东西 像什么小壁虎啊 小鸟 这小米已经搞一些大的东西 大鸟啊 小兔子什么的 那么能跑的小兔子 到了他们手里 那根本就没有 一点机会都没有 扒拉来扒拉去 折磨至死 然后开膛破肚 你说这家伙 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你看这小黄眼 来让我看看 看看这小黄眼睛 瞧瞧这小老虎的 这个胸 花儿 这不知道花儿 从哪个兔子窝里掏出来的 你看看又来了 花儿 翻过它啊 听见没有 别祸害它啊 别祸害它啊 听见没有 来吧 小兔子 小baby 那这俩还在那找呢 都都不伤人 就像那个小花儿 就像那个小花儿 别让它看见 我再扔到这边 我再扔到这边 这边有铁网子 希望能挡住它 小明 别弄它 别弄它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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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你看它多小啊 你干嘛非要弄它呀 算了 算了 饶了它了啊 好孩子啊 行了 别别别 算了啊 你看它刚生下来 这哎呀 多小 快来吧 快来吧 我给弄走了啊 你别你别过来啊 躲着我 怎么这么多小兔子 哎呀 来来来 我这救你命呢 傻呀你 咱们还这儿吧 这边有铁网子 他们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你自己跑啊 听见没有 刚才那个都跑了 你们自己跑 听见没有 咱们看看花儿在哪儿呢 咱们看看花儿在哪儿呢 花儿 你在这儿干嘛呢 这儿有什么呀 在这儿埋伏着 嗯 那个祸黑也来了 他们不饿 他们就是 哎呀 这是不是底下有东西啊 我看看吧 哎呀 又一个 怎么搞的呀 怎么这么多小兔子呀 这又一个 我说的呢 这花儿在这儿聚精毁神呢 别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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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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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这儿 哎呀 你说这两个小老虎 他可能干呢 尤其是这个 这小黄眼啊 凶着呢 我扔到那边去 又落到他们两嘴里了 哎呀哎呀 你给我放下 这本车库 就往屋里边叼呢 叼回来了 那你哪儿跑得了啊 哎呀 哎呀 真是的 不行 实在看不了这个 尽管知道呢 管也管不了 好 但你不管还是不行 你总不能看这货害小性命 最后什么都给你掉到车库里面 然后在车库里面就把人家给拔了 不叫 哎 哎 我来救你 走 我给你藏到一个隐蔽的角落去 不让他们找到 你别挣扎了 不挣扎 我是救你呢 这边他们不来 你自己走吧 幸福的两只小猫 别抓兔子抓老鼠 听见没有 怎么还吃草啊 吃肉吃多了 吃点素的 是不是 这俩又在那抓呢 行了小米 小米 哎呀 豆子你就别去了 哎呀 米 打着小兔子嘶嘶叫 小兔子逃到我这儿来了 行了 明明明 豆子你又再去追 那没活路了 豆子你还出息了 你还 让它们给安住了 吧 在那呢 明明明 扰了它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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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给救走 哎呀 真是的 今儿 救了五个兔子 今天这是第五只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其实兔子呢 对草场不好 再烙到他们嘴里 我可管不了了 自己去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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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看见过这么快乐的猫 小米小花的爸妈呢 他爸爸是一个流浪猫 是一野猫 他妈呢 基本上也在野外生活 偶尔回来邻居喂点粮食吧 也不让进屋 所以这两个小家伙呢 天生就有野性 在屋子里面待的时间不长 半夜就走了 只有下雨的时候 老老实实在小辈子上睡会儿觉 有时候跑到床上来 在那两个腿之间 在那拱一个地方 他在那睡觉 平时呢 就这么疯跑 那树上边钻来钻去 在里边掏鸟 谁还玩什么猫树啊 那多搂啊 他们整的一天到晚都是这 高精尖 吃麻雀 吃麻雀 大鸟小鸟 什么都招呼 小花也知道欣赏日落 哎呦 哎呦 怎么就躺下了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非常壮严的晚霜 非常壮丽的晚霞 谢谢观看